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遠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自己 你身邊的人一定不會放棄你 總會有低潮的時候 不要放棄 總會有很多人關心你幫你 人生有時真的會像天氣一樣 會有黑雨 會有風暴 會有紅雨 但也會遇過天青的一天 多點去接觸到這些有需要的關心的年輕人 不要放棄他們 只要你不肯放棄他們的話 他們會感覺到這種熱 他們都會有回歸 回到正常生活的一種心態 我們的人生經歷都會有很多起起跌跌的 重點就是我們只要大家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其實我們是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怎樣可以攜手 將這股愛心 這股信心 可以給到年輕的一代是很重要的 社會不需要特別去標籤任何一類人士 犯了法 他接受犯法的一些後果 還有一個更新的機會 讓他適應如何在社會上重新理過 重新做人 尤其是經過更新的過程之後 可以重投社會 對社會的貢獻 以及對自己都有責任感 人與人之間要多些愛 以及多些表現愛 我覺得世界一定會好些 一個社會裏面 總有一些是不幸運的人 如果有一些是能夠幫助人的人 他都出了分力 發揮到我們做人的一種本性 人是應該互相幫助人類 永平基金會的目的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到一些更新人士 他們可以一技之長 我們希望搞一些課程 和可以令到他們自己 重新定了一個人生的目標 香港是需要正能量 而幫助到所有人 包括年輕人 包括食囚人士 或者反修例人士 希望我們重回正軌